嗨大家,我是Cindia,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如果還沒有follow的話可以去follow一下 那我今天就準備了10個真心話還有10個大冒險 在這支影片裡面要分享給大家 那還在等什麼呢?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個問題是我自己的三個怪癖 怪癖喔?其實我怪癖還蠻多的 首先第一個呢是我吃飯的時候一定要摺筷架 就是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不是筷子外面都會有那個紙的套子 那我就一定要把它這樣對摺,再對摺,然後再對摺這樣,懂嗎? 然後如果別人沒有摺的話我就會幫他們摺,對 我的第二個怪癖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不吃海鮮的 我對於咳類的海鮮會過敏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海鮮的味道很敏感真的很不喜歡 唯一的例外就是我可以吃蛤蜊 而且我很愛吃蛤蜊絲瓜還有薑絲蛤蜊糖,很奇怪吧? 最後一個怪癖呢是我很常會在晚上的時候會反思我今天白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如果我今天跟某某人可能有小小些許的爭執或是意見不合 但是其實也沒有到吵架走,然後我就會想很多 然後就啊我今天是不是冒犯到他 我今天是不是他會不會很討厭我 反正我就心裡很多一百萬個小劇場在演出這樣 所以呢我就會在晚上想很多之後 跟那個人就是小小的聊天 然後呢會提起這件事情,然後跟他道歉 但是其實對方可能根本就不覺得怎麼樣 然後也不覺得不需要道歉,但是我就會說 恩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今天真的抱歉 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樣,如果你也會的話留在下面 再來第一個大挑戰是挑戰倒立化妝 你們真的是,倒立化妝是只要倒立化眼線嗎? Excuse me, hello 好,那我今天要挑戰的是擦腮紅以及口紅 希望我幸運 好,腮紅算完了 接下來是唇膏 換一件衣服 好,可以可以可以這樣 挑戰成功 再來,真心話第二題 你是如何認識一加一的? 應該說我很早就知道一加一的頻道 然後是後來開始工作之後 他剛好是我們的同事這樣 後來就是因為朋友有時候會聚在一起 對,大概是這樣子認識的 再來,大挑戰的第二題 可以不靠牆倒立嗎? 你們真的是很愛倒立耶 好,不靠牆倒立是吧 但是我做這個動作應該是高中的時候吧 OK,好 回來真心話的第三題 AirPods掉到玉米濃湯裡是怎麼清的? 還能怎麼清呢? 就是先用紙鏡把它擦乾 然後再用酒精消毒 我再聲明一次,我的AirPods沒有玉米濃湯的味道 大家不要再誤會了 雖然它的確是掉到玉米濃湯裡面沒有錯 但是它真的沒有玉米濃湯的味道 大家冷靜 大挑戰的第三題 在公司大喊Clumsy Cynthia 開始 Clumsy Cynthia 再來是真心話的第四題 身為老師想要當YouTuber適合嗎? 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大衝突的點耶 因為可以把它想像成YouTube就是一個平台 大家都可以放自己喜歡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做創作者 我覺得可能是頻道內容要稍微篩選過 就是你要想一下你到底想要做什麼樣子的頻道 應該說你今天另外一個身份是老師的話 你可能內容上面就不要選那種可能 會被人家指引你的道德觀或是價值觀的內容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對 看你自己 但是我覺得不用因為你的正直 而把你另外一方面的可能性給局限住了 整體來說基本上是不相衝突的不用擔心 如果想要做的話就做吧! 大挑戰的第四題是 開窗對外面雪狗叫舞聲 來吧 再來真心話的第五題是 小時候為什麼會選擇去跳舞? 那我是從雲門舞蹈教室的幼兒律動開始上起 然後慢慢的就轉移到比較傳統的所謂舞蹈社 學一學其實就學出興趣了 那個時候就是一股腦的就是喜歡 然後就覺得我就是以後想要跳舞 很享受舞台很享受排練的過程 就是就是everything 那時候我就是很一心一意 就覺得這是我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的人生不能沒有這個 所以那個時候就順利的進了小學舞蹈班 然後再考了國中舞蹈班 然後到高中 那我那個時候會放掉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我想要嘗試更多東西 就我覺得我從小到大一直都在舞蹈的圈圈裡面 那並不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只是我想要嘗試更新的 再來大挑戰第五題 拍一張你覺得最醜的照片 現場拍給你看 真心話下一題 和EAN的身高差是多少 20公分 大挑戰第六題 可以叫我的名字嗎? 我的名字 真心話下一題 會和ICCharlie合作拍片嗎? 喂 你好 有聽最美麗的 新家 說話 欸我跟你說 有人問說 我要不要跟你一起拍片欸 拍片喔? 對啊 我一直都是你的老闆 你知道 我不是跟你講過了 欸好 那如果你要拍的話 你想拍什麼 我跟你說我要下掛電話了 掰掰 拍一個知識型影片 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 我要來教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 生活小嘗試 那就是出門的時候 要記得我們的四字訣 叫做伸手要錢 伸是什麼呢? 身... 身分證 手機 鑰匙 錢包 真心話的第八題 每天起床的動力是什麼 大挑戰的第八題是 可以兩隻腿都掛在肩膀上嗎? 嘿... 真心話的下一題 Ean有怪癖嗎? Ean的怪癖呢 就是他不管什麼事情都已經要做完 例如說他吃東西 一定要把那個盤子給清空 不管他現在再撐再飽 他都會把它吃完 或是看Netflix一個劇或是一個電影 所以他就一定要從頭把它看到完 你中間不可以打斷他 不然他會就是... 就是心情很煩躁這樣 這一點呢 其實我一直都不是太能理解 因為像我的話 我... 我常常就是那種看到一半 我就會被其他東西給吸引過去 我就會先按暫停 然後等... 我那邊就是忙完之後 我再回來繼續看 我都覺得沒有關係 或是像音樂呢 我常常就是聽我想要聽的副歌之後 我就會直接把它切掉 然後Ean就會爆炸這樣 對... 所以這應該算他的怪癖吧 是我太奇怪嗎? 大挑戰的第九題是 如何面對另一半劈腿 其實Ean還蠻常嘗試要劈腿的 但是你知道他的精神還是真的太硬了 所以目前還在努力中 真心話的最後一題呢 就是要怎麼被Ean這麼可愛的男生遇到 我跟大家講老實話 我的理想型其實一直都不是可愛型的男生 我的理想型就是那種就是 成熟大方又穩重的大叔型 就是可能至少會比我大哥 就是四五歲之類的 唉...我不知道欸 還是那種磁場問題啊 就是我就是沒有那種吸引成熟大叔的磁場 那今天最後一個大冒險就是freehub 好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來來來來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 這幾天以來 就是對這個新年特別企劃的 一點小小的支持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